大家好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Misako 谢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讲座 那今天呢 就是要带大家来个 线上的日本深度之旅 要介绍爱之县钢琪市 还有钢琪市旁边的土郡市 这两个地方的美食景点给大家 那我们就赶快进入正题吧 首先我想要先问大家 有在看日本的大和剧吗 因为最近有一出日剧 是由松本润主演的 《怎么办?家康》 这一出日剧呢 其实现在在日本热播中 台湾也可以看得到哦 那这出日剧的主角 德川家康呢 其实就是出生在 爱之县的钢琪市这个地方 所以今天我们邀请了 对于钢琪市非常熟悉的 Angie小姐 来为我们介绍钢琪这个地方 哈喽大家好 我是Angie 耶 那不敢说我对钢琪 非常非常的了解啦 但你相信我应该是这一两年内 去过钢琪最多次啦 台湾人 对所以今天呢也会带着大家 就是来深入了解一下 钢琪到底是什么样的地方 那如果你是历史迷 或者是说呢 非常喜欢德川家康的人的话呢 应该也都知道德川家康 他就是出生于钢琪市 那其实在钢琪市呢 他有非常非常多知名的景点 都跟德川家康息息相关 今天我们第一个要为大家来介绍的 就是钢琪公园 钢琪城 那在钢琪公园里面呢 其实也有很多景点 都跟德川家康息息相关 像是德川家康他在出生的时候 所剪下来的旗带 所埋的这个旗带种 甚至呢他在小时候 还是婴儿的时候呢 所淋浴用的井水 在现在的钢琪公园里面呢 都还有像这样子相关的遗迹 所以有非常非常多外国的观光旅客 都是为了去参拜这些德川家康的遗迹 特地来到钢琪公园这个地方 钢琪公园他除了是非常知名的 赏音跟赏风景点之外 他整座的城也都维持的就是相当的漂亮 所以我们也都非常非常期待 大家可以到这个地方来做欣赏 那在钢琪公园 钢琪城的这一个范围之内呢 他们现在也特别针对了怎么办 加康这一出大和日剧呢 特别设置了一个展馆 这个展馆呢 它是从2023年的1月21日就正式开放参观 所以喜欢德川家康的朋友们呢 千万千万不可以错过这个 非常难得的机会 那其实安吉呢 之前去钢琪玩的时候呢 他这边其实有做其他的展出 那最特别的是 他们就有钢琪城的武士队 会有非常非常多年轻又帅 身材又好的小哥哥们呢 都会穿着很非常帅气的武士服装 在现场呢做非常多的表演 然后也可以跟大家一起进行拍照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哦 怎么办加康的这一个展馆呢 在门票资讯的部分也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 一般成人也就是高中生以上的话呢 入场的门票是800日元 国中国小的学生的话则是400日元 不过在这边要告诉大家一个非常优惠的好消息 只要有事前预购套票的话 套票的内容呢 包括了从明古屋车站 一直到钢琪公园的来回车票 还有我们的钢琪城入场券 以及怎么办加仓的展馆的入场券 整个套票呢 明铁明古屋站以及风潮站都可以购买得到 至于优惠价格的话呢 大家可以参考我们的资讯栏 大家可以呢 来做一个详细的了解哦 另外呢 在这边也要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 要怎么样可以从明古屋来到钢琪市 相信大家可能说 多少都有听过钢琪市这个地方 但是实际上要怎么前往 可能并不是这么的了解 那其实呢 我们前往钢琪市的交通也非常的简单 只要从明古屋市区 不管呢 你是要搭乘JR或者是明铁 大约30分钟左右的时间 而且不需要转车 就可以直达钢琪市 所以其实非常的方便哦 那另外呢 从钢琪市到达我们刚才所说的 钢琪城、钢琪公园的话 其实搭乘我们市区内的巴士 也都可以非常顺利的搭达 所以在交通上 大家完全不需要下脑筋哦 介绍完了景点之后呢 当然也少不了来为大家介绍一下 钢琪市的名产 那其中呢 最著名也是日本的 在国内也非常知名的 就是巴丁味增 为什么要叫做巴丁味增呢 因为其实在以前江户时代的时候 距离钢琪城下的城下丁 距离大概八丁左右的距离 以前呢 所谓的丁就是距离的一个计算的单位 那巴丁左右的距离呢 大约就是现在的870公尺左右的这样子的范围 那在这个范围内呢 就有非常非常多的当地的居民 都是以制作味增来维持他们的生活 所以呢 就叫做巴丁味增的地区 那到目前为止呢 钢琪地区也都依然呢 就是维持着以古早的味增制造的方式 来持续的酿造味增 那其中就有一间呢 非常非常著名的 就叫做角酒巴丁味增 目前呢 在钢琪市的附近呢 也都设有他们的工厂 之前呢 Angie也非常非常的荣幸呢 有机会可以去参加工厂的建学参观 那在当地呢 我们目前也都可以看到 他整个工厂之内呢 有设了非常非常多真人 一比一的模型 带大家呢 从包括要怎么样去严选 他们的食材原料 一直到发酵 蒸煮 然后到酿造等等 非常非常多的这样子整个流程步骤呢 大家都可以在工厂内一一的参观之外 在现场还可以品尝到 巴丁味增的双麒麟 相信大家呢 应该也都非常好奇 巴丁味增双麒麟是什么样的风味呢 简单说 吃起来就有一点点像焦糖牛奶的味道 鲜鲜甜甜的 然后呢 又带有一点牛奶香 其实非常的好吃哦 Omiyage伴手礼店呢 有非常多各式各样的巴丁味增的伴手礼 有饼干 有糖果 也有蛋糕 就是种类非常的丰富 所以如果说来到钢琪市 想要购买到极具特色的伴手礼的话 非常推荐大家可以来购买巴丁味增的相关产品哦 接下来呢 一定要带大家来吃一下 钢琪市 必吃 绝对绝对必吃 超级美味的在地美食 为什么要讲这么多必吃又美味呢 因为真的是太好吃了 就是吃到到现在都还是有点 忘怀不了它的非常美妙滋味 那就是呢 大正安府春这一间乌龙面 那这间乌龙面呢 它最最最大的特色 它就是手打乌龙面的一个创始店 一般大家对于吃乌龙面的印象都是说 用热水煮沸 煮滚了之后呢 然后再用冷水快速地把它冷却之后来进行食用 那它这一个呢 就是抚养乌龙面的手打乌龙面呢 比较不一样 在用滚水煮后呢 是不冷却的 直接从锅里面捞起来 然后直接吃 这是第一个特色 第二个特色呢 就是它的乌龙面 非常非常非常的长 长到你必须整个人站起来 然后它的面材会一直一直一直延续 非常的高 它是不会断掉的 这是非常极大的一个特色 吃起来呢 也非常的Q弹 有嚼劲 用日文来讲呢 就是有腰身的乌龙面 就是非常有嚼劲 非常的Q弹 在你的嘴巴里面呢 就是越咬越香 大正安府春乌龙面呢 它在当地不只是非常知名的老字号乌龙面之外 在日本国内呢 有一些的就是分店 每一间都是大排成龙 那当然大家有机会来到我们刚期当地的话呢 一定要来这间本店品尝一下 那除了刚才有介绍到的这个抚养乌龙面之外 现在就要再推荐大家另外一个特色就是 它有结合了巴丁味噌的锅烧乌龙面 这个真的是太太太太赞了 一定要品尝一下 外观上看起来很像咖喱味噌面 但是它其实是味噌的口味 而不是咖喱风味 那另外呢 因为它是锅烧 所以它有一些就是黏在锅底 或者是锅边的部分呢 它的乌龙面就会呈现有一点焦焦的口感 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吃 非常浓郁 但是又不会让你觉得太过的就是重口味 那它整个风味呢 不仅非常好吃之外 它的巴丁味噌的乌龙面呢 里面还有添加了非常非常多的配料 它好像是鸡肉啊 它好像是鱼板啊等等的 所以大家呢 也都也可以来品尝一下哦 那这一次呢 除了要介绍了给大家 就是德川家康的出生地钢崎之外呢 我们也要来介绍一个离钢崎非常非常近 搭乘新快速列车呢 只要十分钟就可以抵达的一个地方 叫做蒲郡 那蒲郡呢 它其实是临近三河湾 这个海湾的一个小小的港町 那这个港町呢 它有什么样的特色呢 除了它领海之外 离海非常的近 盛产了非常非常多的海鲜 以及稀有的鱼类之外 本身这个地方呢 也拥有了非常非常多处的温泉街 所以也是爱知县呢 包括像是港企人啊 或者是其他周边地区 大家平常在假日或是休闲娱乐的时候 非常非常喜欢去的地方 首先呢 第一个要带大家去的地方 就是在蒲郡市的拉格纳登堡 那相信呢 如果说有去过长崎的话 应该知道长崎有另外一个叫做 House Temple House Temple的地方 拉格纳登堡呢 其实就跟我们的这个 House Temple是类似的一个园区 它里面呢 不只有非常非常多丰富的游乐设施之外 也有购物商城 免税店 美食间 可以吃得到蒲郡市 他们最最最最最知名的海鲜 各式各样的丰富料理之外呢 他最出名的也就是夜间的点灯活动 他整个晚上呢 所营造出来的气氛真的就像我们童话世界的 就是非常非常梦幻 然后又绚烂美丽的一夜间乐园 不管是大人还是小朋友 都可以非常尽兴的在里面玩乐 那也都非常推荐大家 有机会的话 可以来到蒲郡市的 拉格纳海湾拉格纳登堡 来进行参观哦 那接下来呢 就要带大家来造访蒲郡主岛这个地方 那蒲郡主岛呢 它其实就有点类似江之岛 距离本岛很近的海面上呢 就浮着一个小小的岛屿 那蒲郡主岛呢 它跟我们的本岛就透过一条笔直的桥梁所连接 所以整个风景呢 不仅非常的漂亮 白天可以欣赏到蔚蓝的海景之外呢 晚上在我们的桥梁两侧 也都会点上非常浪漫美丽的橘黄灯光 蒲郡主岛它供奉的 就是我们日本的七变天之一 湖郡主岛的变天 那我们的主岛变天呢 基本上呢 就是祈求的开运 结缘 以及安产 很多的当地人呢 也都会来到这个地方 或者是也都非常推荐我们所有的观光客 来到这个地方 走过彼此的桥梁 来到岛屿上之后 顺着阶梯 然后绕着岛屿 进行参拜 一圈呢 大约40分钟就可以走完了 非常非常的适合大家来这边做散步 以及参拜的动作 那在晚上呢 也非常的浪漫 所以这边也是有许多的当地年轻人 以及情侣 喜欢来约会 以及呢 就是优惠的好景点哦 那来到蒲郡市呢 当然也不能够错过我们当地的特产美食 那其中呢 非常推荐给大家的就是 蒲郡市的海鲜 因为蒲郡市它本身呢 就刚好位于我们太平洋的三河湾旁 所以本身就盛产非常非常多 丰富又美味的海鲜 特别是深海鱼 那什么叫深海鱼呢 包括像是美衣卡里 以及高角螃蟹等等 都是我们蒲郡市所盛产 而且是全日本只有在这边 才吃得到的深海鱼种哦 那其中的美衣卡里呢 它本身是只有在海平面 30到40米以下的深度 才捕捞得到的一种鱼类 那它本身呢 富含了非常非常丰富的脂肪之外 鱼肉呢 也是属于白生鱼 吃起来非常的细致美味 适合拿来做炸物 或者是各种料理 都非常的合适 那其实Angie之前呢 在去我们的普郡市采访的时候呢 也有跟当地的知名聊到说 那既然它那么难捞得到 我们的这个天然宇宙 为什么不干脆 直接用养殖的方式呢 当地的渔民就有提到说 光是要把我们的 美衣卡里的渔苗 从海底这么深的地方 捞到海平面上 然后再打造一个 适合它们生长环境 是非常困难的 所以呢 也就显得我们的美衣卡里斯 非常的珍贵 所以希望大家来到普郡市 一定要好好地品尝 这一道非常美味的特色料理哦 那除了我们的美衣卡里 以及我们这些 丰富的海鲜之外呢 普郡市它本身还有一项 非常道地的 我们的庶民美食 就是蛤蜊乌龙面 因为我们当地呢 也盛产了非常非常 非常丰富的养殖蛤蜊 那其实在各种大大小小的路上的一些餐厅呢 也都吃得到我们的蛤蜊乌龙面 它本身的汤底就是非常的鲜甜之外 乌龙面也是非常的美味 而且因为它的价钱呢 非常非常的亲民 所以大家不管是午餐或是晚餐 想要稍微填饱下肚子的话 也都非常推荐大家可以来品尝看看 那其实普郡市呢 还有另外一道名产 同样呢 也是日本国内非常知名的 那就是普郡蜜钱 也就是大家所熟悉的橘子啦 那为什么这个地方盛产橘子呢 因为它本身除了就是 整个气候非常的温和 适合水果生长之外 这边的水质也非常非常的优良 所以造就了呢 适合我们各式各样的水果 所容易生长的一个优质的环境 普郡橘子呢 它最大的特色就是它的果皮 非常的薄之外 它的果肉呢 也就是非常非常的丰厚 吃起来非常的juicy 非常的多汁 而且很香甜 那在普郡橘子乐园这个地方呢 它不仅没有时间限制 也不需要预约 随时来就可以呢 随时进行采摘 整个树大的果园呢 随便大家在采 一边采一边吃 你吃完的橘子皮 就可以直接丢在果树下 都不成问题 所以非常适合呢 特别是有带小朋友的家族 可以来到这个地方 大家开开心心的 一边玩乐 一边吃橘子 那除了橘子之外呢 在每个季节 也都有盛产不同的水果 包括像是葡萄啦 草莓 花蜜花等等 有非常非常多 构式各样的水果 在不同的季节 大家也都可以来到 普郡橘子乐园 进行参访哦 那今天呢 利用了很短的时间 带大家初步的认识了一下 钢琪市 以及普郡市 这两个地方 如果想要知道 更多资讯的朋友们呢 也都可以参考 我们荧幕上的QR Code 来到我们钢琪市 以及普郡市的官方旅游网站 来获得更多的详细资讯 另外呢 Angie以前呢 也写过的两篇 钢琪和普郡的 两天一夜推荐行程 有兴趣的朋友们 也都要记得点连结 进去参观哦 那接下来 我们就把时间交还给Misako 好 谢谢Angie为我们带来这么多 钢琪市跟普郡市的景点美食 不知道大家听完 有没有会想要赶快出发呢 那再次感谢Angie 为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分享 让我们更加认识 爱之县的钢琪市跟普郡市 这两个地方 那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